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各位好 今天我们接着来讲讲关于幸福的事 有一种幸福叫天伦之乐 就是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陪伴着年幼的孩子 照顾着年迈的父母 不管为他们付出多少都心甘情愿 都是一种幸福 可有一个人 每天陪伴的不是他的家人 而是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 还没工资 只为义务 一年365天 起早贪黑 辛苦劳作 他的幸福从何而来呢 让我们走进重庆市图景乡幸福院 认识那里唯一的义务管理员 李淑娥 早上五点天还没有亮 李淑娥就起床了 像往常一样 她要给26位老人准备早饭 对于李淑娥来说 这不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 也是她14年来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 每天早晨 李淑娥都要花两个小时 才能做好早饭 每天每个老人两个鸡蛋 三天一顿肉 这是幸福院老人们的菜谱 早饭老人们喜欢吃面条 南瓜西饭 李淑娥就变着花样做给老人们吃 今天的早饭是面条 李淑娥为老人们加了鸡蛋 此时老人们也起床洗漱完毕 安静地坐在院子里等待着 图景乡幸福院 现在住着26位老人 与传统的敬老院不同 这里的老人们大多都是生活不能自理 残疾 无儿无女的无保护和空潮老人 70岁的李淑娥 是这里唯一的一名义务管理员 我们这些老人是各个条件都不同 岁数比较大 80多岁的好几个 有的是脚不行 有的又是眼睛不行 忙人 有的又是痴呆 有的又是肥脐种 哑巴 这些都有 有的是我穿不起 做好早饭后 李淑娥赶紧把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到了楼上 因为楼上还有一位长期瘫痪在床的老人 73岁的旭潮录是幸福院里唯一瘫痪在床的老人 由于他是全身瘫痪 不仅吃饭需要人味 就连翻身这么简单的动作 也需要人来帮忙 现在比较幸福的去潮路老人 在来到敬老院之前 由于长期卧床 身上起了大片的褥疮 开始送来的时候 我去给他洗屁股 我是掉了眼泪的 让他这么多两根框框 我都问他 我说爷爷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 让他把你肉系的全部都让这么多框框 你痛不痛苦啊 他说我痛苦 看着去潮路老人身上那些褥疮 李淑娥下定决心要帮助他 每天在他忙完幸福院的早饭和打扫完卫生后 他都要给老人擦洗按摩 从2011年去潮路老人 入院开始李淑娥每天最少为老人擦洗三次 每周最少按摩四次 由于没有太多钱买更好的药 李淑娥就用最笨的办法帮他擦洗 我先路面前把他慢慢慢慢洗 我洗足看到那个手绒 我说懂不懂啊爷爷 他说疼 疼得很 我说我说轻轻洗 我说 初时他还是八十八成一样 照顾 后时难道过 这请你 经常给我睡饭 给我送水 我喝开水 给我洗脚 洗脸 给我换片 穿衣 上衣 小指 那儿洗头 我说我做幸福的生活 他这个经浪员 却一全国的地有所不同 只要是无人照顾的 或者知语照顾不下来 不分类别 也不分类和处 他都得接受照顾 说到李淑娥照顾老人 还要从1980年开始说起 当年土井乡友艺村 召开集体土地下放到户的社员大会 在这个会上 李淑娥做出了一个决定 而这个决定 让他付出了几十年的心血 在土地城堡下放之前 李淑娥做照顾母亲 母子娘有四十年 土地城堡下放过后 生产队就召开了社员大会 在召开会当中 没有哪一个人接受 后来母亲 我还是要求由李淑娥来照顾 正是因为照顾 某其无老人 李淑娥才关注到村里 更多的孤寡老人们 慢慢的从开始送饭 到最后接回家 李淑娥成了这些老人们 最亲的女儿 看到家中的老人越来越多 儿女们开始反对他了 一开始李淑娥 把这双目失明的母子俩 接回家里边照顾 家里边是同意的 可后来 李淑娥照顾的老人越来越多 2001年 他担任了图景香幸福院 唯一的义务管理员之后 先后有98位老人 被他接进幸福院去照顾 这些老人 有的是孤寡 有的是残障 虽然有政府发的生活费 但是经常还需要 李淑娥自己补贴 家里边的东西 经常被他拿去给外人用 那家里人自然就有意见了 可李淑娥呢 从来不在乎 他把大部分的心思都放在了老人们身上 多年来 李淑娥依靠种着八亩庄稼地和养着石头猪 维持着老人们的吃喝 而近两年 由于劳累透支的身体越来越差 现在也只能喂一头猪了 蔬菜和南瓜是老人们经常吃的 所以李淑娥一年四季都会在地里种上各种蔬菜 以便老人们吃得营养丰富一些 相对于照顾老人 种地和打猪草 是李淑娥最轻松快乐的活 每天吃完早饭后 老人们悠闲地在大门口闲聊 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47岁的周定安患有治理残疾 三年前 由于担心李淑娥不接收智障的周定安 父亲在幸福院门口徘徊了多日 事实上 麻烦远远没有父亲说的那么简单 吃饭要人味 他还常常尿裤子 他特别喜欢玩水 经常在夜里大家都睡觉的时候 偷偷跑出去玩水 我一听到这个情况 我都出去 出去我都说不要洗了 他给我顶到 我顶到什么 上去睡觉 他还去洗 我说不洗了 就把那个帕子脱了 脱了过后水个倒了 倒了把它慢慢慢慢地抽洗 走上楼睡 他都上去了 有时候一晚上得去湿倒 没到我都知道 叫三明治 你叫三明治 来 晓得呗 你晓得呗 知道呗 来 哦 不知道哦 名字都不知道哦 周定安 好 已经在靖老院生活了三年的周定安 现在还说不出自己的名字 这让李淑娥很是担心 因此平日里 李淑娥都会让其他老人看着他 怕他走丢 可是这样一来 麻烦就来了 他这是隔两个呀 三个钟头啊 他说鸭子啊 就把裤子都搭起来 撇个一巴掌 吐口茶 吐得多 吐啊 啪啪口茶 吐啪到我脸上 我都去洗了 我说今后不要给我吐口茶 说说说又吐一啪 那些人都笑 我说你们不要去说他 他不是个正常的人 但是他这个吐十啪口茶 净土 我净洗 我不去折过他 所以我一晓得这个情况打过后 我要好好照顾 我说这个孩子 我们打下遗址 打下遗址 关照他 周定安的父亲再来到靖老院两年后 因病去世了 现在周定安是一个彻底的孤寡老人 为了改掉他打人吐痰这个毛病 李淑娥耐心地教导他 而仅靠说叫并没有多大效果 在一次洗脚中 李淑娥偶然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一次是李淑娥第一次看到周定安笑 周定安的笑容让李淑娥看到了希望 从那以后 李淑娥就利用洗脚帮助周定安改掉了这个毛病 李淑娥不过儿女反对 一直坚持着对老人们的照料 可是由于常年劳累 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 李淑娥自己也慢慢变成了老人 2006年 李淑娥终于病倒了 到现在太阳里做的好事 那些也确实给我们很大启发 虽然说我们赶不上太阳 但是还是尽量地从太阳那方面去做好事 为别人做香 我一生之后又把这个事情想通了 那些人 也得要有人照管 假如说我自己强烈这种情况 还是有人 他说我是能够理想起的 得到了家人的理解 出院后的李淑娥更加干劲十足了 现在26位老人的吃喝拉撒 全部都由70岁的李淑娥和75岁的老伴 共同承担 这位吹口琴的老人叫琴钢琴 他来幸福院已经六年了 他最大的快乐 就是在李淑娥打扫卫生的时候 给他吹口琴挺 62岁的琴钢琴老人左腿残疾 但是为了不给李淑娥增加负担 他依然坚持自己下楼吃饭 我来 我在幸福院来 走不得 我个男的很痛 他就跑上 路上不停 就坐上车炒油,车来,都对我来包一天,包三刀来欢喜,吃不下些饭,都来问吃面条,吃西饭,各种各样的都来关心照顾我,从各人自己爸爸妈妈来看到我。 我妈妈在的时候,都会关心我,那三姊妹是好酒好酒, 因为我个人是个残疾人,又没人补给,没人习,留来维持生活,是这个社会,好大的包装的幸福人,啥子都有吃的,啥子都有穿的。 老人们的笑声和歌声,回荡在幸福院,这里是老人们快乐幸福的家园。 我是五八分,在这幸福里非常好。 在这里过得很快乐吧? 过得快乐啊。 看到老人们快乐幸福的笑容,李淑娥也忘记了劳累与辛苦,感受到了充实与幸福。 老人们把敬老院叫幸福院,是因为他们在这儿感觉到了家庭般的温暖和幸福。 而为他们创造这样幸福生活的李淑娥,又何尝不是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把这些孤狗老人当成他自己的家人呢? 为自己的家人做事,不计付出,不求回报,只要看到他们幸福的笑脸,一切就都值了。 这也是一种天伦之乐,一种格局更大的快乐和幸福。 这种幸福的滋味,需要用更宽广的胸怀和爱心去品尝。 我是卢一鸣,明天见。